好 接下来看全球今天的大事 那就是美国时间星期一中午 就是台湾时间从昨天晚间到凌晨 脸书整个当机超过六小时 影响全球的用户 目前知道已经有上千万 执行长祖克博亲自发文道歉 目前初步只知道当机的原因是路由器 那么路由器整个因为气阻态变更出了问题 但为什么会详尽的发生这种大意外 还没有详细的理由 脸书股价9月初最高点是382美元 9月中旬媒体揭露 脸书对于内部多项问题 包括IG危害青少年心灵早已经知情 却暗注不表 那么现在出现大当机事件 今天股价跳水式的坠落4.89% 收在326美元 而执行长祖克博的身价瞬间蒸发70亿 我们了解一下多少人受影响 脸书的全球用户从三年前是24亿人 现在每个月FB的活跃用户数已经有29亿 而脸书旗下的APP还包括了 IG还有Messenger跟WhatsApp 所有的总用户数在三年前是27亿 现在是31亿 而且如果以精确的来看的话 那么户数是超过了35亿1000万户 这次脸书大当机写下了2008年以来 最惨的一次记录 脸书以及家族软体IG和WhatsApp 周一大当机 全球用户都受到影响 脸书技术部门的负责人 还得使用对手推特账户 向脸书用户致歉 报告修复的进度 脸书断线6个小时后才逐步恢复 对用户造成了巨大损失 例如外送服务公司 外送员就无法与顾客联系 还有靠直播销售的店家 也损失数小时的业绩 就连脸书内部也是一团乱 公司对外的网络断线 必须靠其他平台联络 公司员工识别系统也出问题 许多人无法进入公司 外界原本猜测是骇客攻击 但脸书事后表示 是资料库系统出了问题 当机问题暂时直写 但眼前脸书还有更大的公关危机 上周开始一名脸书前员工 向华尔街日报爆料 揭露脸书网顾公众安全的决策 这位吹哨人周日现身 接受CBS节目60分钟的专访 他开宗民意地告诉大众 脸书就是个把利益 摆在公众安全之上的企业 37岁的吹哨人霍根 之前担任脸书产品经理 他将搜集的数千笔内部文件 同时间发给媒体议员和法令机关 其中一份文件是脸书 自己做的调查报告 显示IG内容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 但为了吸引点阅 脸书还是照样刊登 鼓吹绝食瘦身 这类的诱读讯息 霍根表示脸书非常清楚 有人利用平台传播仇恨 暴力和错误讯息 但脸书却试图掩藏这个问题 因为仇恨和冲突言论 能够刺激点阅率 脸书在2020总统大选过后 解除了他的公民诚信政策部门 撤出预防错误讯息的工具 那一刻他就决定要让大众知道真相 脸书也立即做出回应 认为霍根的说法误导了大众 周二国会将举行脸书 对青少年危害的听证会 霍根将出席作证 他表示他的目的不是要毁掉脸书 而是要国会立法规范社群网站 爆料文件同时也揭露了脸书内部的危机感 他们的许多产品无法靠有机的方式茁壮 所以必须增加有毒吸睛的内容 好留住用户以保住龙头地位 脸书股价周一收盘暴跌近5% 市值在几个小时内蒸发了500亿美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